冬天他被收押禁建 本来就不能建家人 现在连绿建都要暂停 原本每天上午可以放风一小时 但是台风天期间是禁止 他整天必须待在牢房里面 柯文哲拒绝检方第五次提训 宁愿待开手所 但台风来了 想借邮到地检署开庭透透气 也没指望 原本他在所内可以放风 通常安排上午在牢房外活动一小时 如果是禁建房收容人 活动时间会错开同案被告 但一宣布台风架就取消放风 看守所会加强房台 巡视设防的屋顶 门窗是否牢固 并确认储粮跟饮水充足 收容人在台风期间可说更闷 受限更多 不能借见亲友 见律师也不行 因为合作社没上班 无法购买日用品 如果台风天临时想吃泡面 买不到 这些台风架管制 对于省庆经来说也一样 但他恐怕更在乎能否停止积压 10月1号三度见乎就医 已经严重到全身抽搐需住院 传出泌尿道有毛病 之前北检提讯时就疑似拍到 他装了倒尿管 能否撑过进化强案官司 不免让人打上问号 记者综合报道 金误 foods 难道